歡迎收看小熊老師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教這個 我們在統計 這個章節裡面 介紹的一些 其他的圖形和 其他的統計方法 那麼在這裡我們介紹到這個折線圖 就是我們也很常看到這樣子的圖 就是把你的統計數據 我們上一集介紹了可以做成長條圖 或者做成直方圖 那 也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你把這些點點好 但是你不把它做成一整條 你就把那個點留著 在上面用這種 折來折去的線去表示 那這樣子叫做折線圖 我們在這裡的教學重點就是 放在理解那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是老師就做給你看了 那就是讓你們了解到說這些圖 因為其實你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看到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 要讓你們做才會 大概你們本來就大概知道怎麼做 真的有需要的話應該都能自己做 那所以就是讓你們看看這些圖 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現在這裡呢有兩個折線圖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覺得哪一個折線圖比較好 這裡 這個是我們上一集有這個 統計早餐吃什麼 早餐吃麥片西飯吐司 漢堡蛋餅炒麵不吃 還有一頭牛 那我們可以做這個長條圖 做成長條圖 有這麼多人吃麥片 有這麼多人吃了一整隻牛 然後有這麼多人吃蛋薄這樣子 那我也可以把這些點留著 然後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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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 這樣折線圖 等於說你做好折線圖之後 有兩種一種就是 底下這個長條圖是不畫的 它是只有流向上面的折線 我們應該都在地裡看過啦 那個什麼雨量折線圖之類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把長條跟折線都留著 都可以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折線圖 不要忘了我等一下問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另外一個折線圖也是我們上一次 上一集有介紹到 這個 我這裡是直播的觀眾數 假如今天我們舉辦直播 我們舉辦直播的時候呢 這個觀眾數在7點的時候 有兩名 7點的時候有兩名 然後 7 在這個 這一點 這一點是7點整 所以這個可能是 比如說6點50 或者是7點整之前 總共就兩名 從我開始直播到7點就兩名 然後7點到7點10分是一名 10分到20分有3名 然後20到30有 嗯 這個應該是6名 然後30到40也是3名 然後4名 然後2名 這兩個是4名 那這個是7名 這個應該是6名 這個3名 這個2名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他的 摺線 就是我把這些點點出來 那我也可以畫直方圖 也可以摺線 在我們上一集介紹的 怎麼樣的圖 我們會畫直方圖呢 就是說 因為 麥片 吐司 漢堡是不連續的 它是一個一個項目的 我們上次介紹到就是直性的 物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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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所以它是獨立的 一根一根的 那這邊呢 這邊是數量性的 數量的 連續的 這個我們分段 然後來去 就把它做成這個 直方圖會比較適合 因為它就是代表 20到30之間 這樣子 好 最後問題就是 那這兩個 折線圖 哪一個 比較好 我所謂比較好意思就是說 這兩種資料 哪一個 比較不適合做成折線圖 哪一個比較適合做成折線圖 你覺得 這個比較適合 還是這個比較適合呢 那 這個公佈答案 這個 老師也可以問問學生 你覺得哪一個 比較適合做折線圖 那是 應該是這個 比較適合做折線圖 為什麼呢 因為折線圖 會留下 那個趨勢 所以說 我可以 感覺到 增加和減少 這樣子 這樣子的折線圖 它跟直方圖一樣 只能夠讓我知道 數目的多和少而已 那 多和少 我為什麼要讓它 折線呢 也就是說這個往上爬 往上爬 有沒有 跟這個往下走 有沒有 在這個數據裡面 沒有什麼意義 從漢堡到吐司 吃漢堡 後來吃 吃吐司 後來吃漢堡 數字往上走 但是這個往上走 是真的增加嗎 沒有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人 對不對 這個漢堡 吃漢堡 是吃漢堡的 吃吐司 是吃吐司的 但是在這邊呢 這個 這個 十分到二十分 七點十分到七點二十分 是四個 七點二十到七點三十是八個 這個往上走 代表 在這一段期間怎麼樣 又多了四個直播的觀眾 那在這一段期間 二十三十分到四十分的時候 從二十到三十 然後三十到四十 這一段時間裡面 又減少了四個觀眾 可能就是講了一個人笑話 不好笑 那就轉走了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 連續的 連續的這個分段 他做成直方圖的時候 會有 比較有意義 你會感覺的出來他就是 往上升往下走 那不見得他是 是累積的啦 我們剛剛講的好像說 這八個裡面有四個是他的 雖然說不一定有這個意義 但是就是說 至少資料本身是連續的 你會感 你會讓這個走向本身 帶有比較多的 象徵性的意義 像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城市的雨量 七月到八月 八月比較多 看到那個數字往上 看到那個線往上爬 感覺好像從七月到八月 越下越多雨 對不對 假如說這是等雨量圖 越下越多雨 然後越下越少雨這樣 那你會感覺到他有一個 漸進的這個感覺 所以有 爬升跟跌落 那因為這個資料本身就不是連續的資料 不吃到一頭牛的 從不吃 的人有三個 到早餐吃了一整頭牛的有兩個 那從不吃到一頭牛這個數字漸漸的減少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從不吃到吃一頭牛 吃半頭嗎 那因為他本身沒有連續的意義 所以比較不適合做折線圖 那一樣我們上一集提供了這個數據 那這個我們搬上數學成績 月考數學成績的分數 30分31到40 41到50的人數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做這個另外一種的折線圖 叫做累積次數折線圖 也就是說我們原本是分段的 30 31到40 41到50 51到60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是連續的 然後我們就是接著累積下來 30以下 40以下 50以下 60以下 70以下 80以下 這樣子 那這個叫做以下累積 以下累積次數折線圖 所以累積到30的話呢 有兩個 累積到40的話有三個 再加4 5到57個 加8到60的話有 15個 累積到70的時候有19 累積到80的時候有25 28 累積到100的時候有30個 可以嗎 這是以下累積次數 那有以下累積次數呢 也有以下累積的百分比 也就是以這個30作為100% 那28呢 28是 很醜 93 93.33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就是以下累積 也就是累積到 這個50分以下的人 有7個 50分以下的人 佔 全班人數的23.33% 這樣 那有以下累積就有以上累積 也就是說 來到這個 0分 0分以上的 0分以上的是全部 30分以上 30分以上 那就是扣掉這個嗎 扣掉這兩個嗎 所以是28人 那我可以往這邊扣啦 一路這樣扣下去 我就不用不做 那因為我要倒過來 你去想喔 這個100分以上 那就沒有 那90分以上的呢 就是90到100兩個 80分以上的呢 加25個 那90分以上的呢 加61個 是23 再加 4的話 是27 再加1的話 是28 再加2的時候30 那這就是以上累積次數 以上累積次數 那因為我是人數啦 所以這裡寫 以上累積人數 那他一樣有百分比啦 所以這個的百分比也是100% 28的也是93.33 27的是90 23的是76 可以嗎 那所以就把這一組資料 做成是以上累積次數 以下累積次數 跟以上累積次數 再去換算他們所佔的百分比 如果把剛才的這些點 點上去畫成折線圖 大概像這樣子 那這個 我們這個是以下累積次數 你會看到他從0這裡 一路走上去 走到頂的時候是30 那我這裡其實有兩組 兩個那個數據上面是 累積人數下面是 累積百分比 但是其實他呈現起來 會可以是同一條線 因為就是你 比如說當你三個人的時候就是10% 當你6個人的時候就是20% 當你30個人的時候就是100% 所以假如說我這裡100%對到30個人 那其實我的百分比的折線 跟這個累積次數的折線 其實會是一樣的 累積百分比的折線跟累積次數的折線會一樣 所以 所以 100分以下是全部 0分以上是0 這個是以上累積 所以0分以上是全部 100分以上是0 這樣逐漸的減少 幾分以上幾分以上的人 越來越少這樣子 那就是說明一下 讓大家看看有這兩張圖 然後這是一個這個以前學過的知識 如果這個 這次段考班上英文 及格的佔一半 數學的佔三分之一 數學的佔三分之一 兩顆都不及格的佔二分之一 那問你兩顆都及格佔全班的幾分之幾 然後問你全班如果36人 英文及格數學不及格的有幾人 如果還記得的話 這個問題我們以前教過 就是說 我們利用最後這一張的這個時間裡面 複習複習前面 因為我們前面複習過那個幾何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張會複習一些前面 就是不是幾何的這種 這個算數的或者是解方程式的部分 那因為那個方程式的話 二次函數我們也才剛教 那個時候也都有複習完了 包括像什麼公式解啊 跟語系數啊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會複習比較多 就是這種算數問題 那來看喔 他這裡說這個 及格的佔二分之一 英文及格佔二分之一 數學及格佔三分之一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之前教過這個毛氏圖 那 英文及格的是二分之一 數學及格的是三分之一 我先不寫在裡面 好吧 這樣 那反正我們題目看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他說兩顆都不及格的佔二分之一 這個二分之一在這個圖形上的哪裡 那老師在教的時候 最好可以 就是一步一步問學生 以確認他們有跟上來再想像 如果這一圈 這是全班 這是全班 然後這一圈是英文及格的 我就真的在地上畫一個圈圈 英文及格的站進來 那數學及格的呢 請擠到這一圈 那有英文有 你如果你英文有及格 就要記得你人要站在這個藍圈裡面 如果你數學有及格 人要記得站在 紅圈裡 那就會有問老師 那如果我英文也及格 數學也及格呢 好 你要站在 藍圈裡也要站在紅圈裡 你要站在這一塊 對不對 好 那我剛才的問題就是說 題目裡面講到兩顆不及格的佔一半 那請問這個說兩顆不及格 站在哪裡 站在外面 所以其實我們就知道說 外面這裡佔一半 那外面佔一半代表這個 這裡全部 也是佔一半 因為外面一半 所以 至少有一顆及格 對不對 這是英文及格 或數學及格 都算的話 就是至少有一顆及格的人 是一半 那都不及格的也是一半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中間這裡到底會是多少 中間這裡到底會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 這個毛氏圖的時候也有教 就是說 這個圈 加這個圈 減掉中間的 因為中間會重複算一次 就會剛好是 這一整個 對不對 那左邊這個圈 左邊這個圈是二分之一 右邊這個圈是數學及格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 那我不知道中間是多少 剪掉問號 我們畫紅色的區塊 好 那我剛講的 這樣子 這兩顆有一顆及格的是二分之一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呢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好 這樣這個問號到底是多少 就一項去算 你會發現問號其實就是三分之一呢 那 那 問號一定是 藍色的一個部分嗎 他也會是 這個 剛才這個是橘色 數學的橘色 橘色的一個部分吧 那結果橘色本身是 三分之一 結果我跟你講 我的問號也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 其實我這個圖呢 欸 不那麼精準 我們畫毛氏圖的時候 的確大部分都會畫成這樣 但是並不代表所有的數據的毛氏圖 就真的都一定長這樣 其實比較符合這一題的話呢 他剛好 怎麼說呢 就是 也就是說 英文及格的佔一半 都不及格的一半 英文及格的 佔一半 數學及格的佔三分之一 而且兩顆都及格的也佔三分之一 我們剛剛的討論是這樣 紅色就是兩顆都及格 兩顆都及格 算出來是三分之一 那數學及格的也是三分之一 代表怎麼樣 代表數學有及格 英文就一定及格 對不對 因為數學及格三分之一啊 兩顆都及格也是三分之一啊 那換句話說 有沒有數學及格 但是沒有兩顆及格的呢 欸 就沒有 所以說 剛剛好 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比較特別的這個 這一題比較特別 數學及格的 剛好都被英文及格的包進去了 的這個時候 他問你兩顆都及格 佔全班的幾分之幾 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三分之一 那 就是特別補充給大家 你當你算出這個三分之一的時候 也許有的學生很敏銳啊 他會想說 欸好像不太合理吧 這個三分之一啊 怎麼會這個也三分之一呢 是不是算錯呢 你沒有算錯 是你圖畫的不準 那問你說那英文及格 但是數學不及格的 佔多少呢 就是外面這一圈 外面這一圈 那英文及格數學不及格 那因為都及格 也就是數學及格的是三分之一嘛 所以外面這一圈 是二分之一減三分之一 所以是 六分之一 他問有幾人 那全班36人 好我們來看之前的作業 小明的原油會攤位賣了三種茶 紅茶綠茶跟奶茶 那這個題目是 我曉得沒記錯的話 是會考題 那這個 紅茶 他說這個 統計圖畫成圓餅圖 我們上 上一集叫圓餅圖 分別 紅茶 冷的跟熱的 這樣就看起來就是各佔一半 各佔一半 那綠茶的話呢 冰綠茶和熱綠茶呢 熱綠茶多了這一塊 那這樣是多多少 那這個 冰奶茶跟熱奶茶的話 是冰奶茶賣的比較好 冰奶茶多了這一塊 那這樣是多多少 那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畫出 如果這三種茶的銷量相同 如果這三種茶的銷量相同 要畫出本攤冷飲和熱飲銷量的圓餅圖 假設共36杯 那其實如果你不想要帶數字 帶這個36 你可以寫三十六分之多少 這個就三十六分之十八嗎 這個是三十六分之十八 看老師習慣 對 那 所以說這裡怎麼樣呢 它多了這個三十六分之三 這裡少了三十六分之三 那所以 這個是十八加三是二十一 這裡有兩百一十度 一百八十度加三十度是兩百一十度 那這裡就是一百八十度減三十度 是一百五十度 所以這個是二十一 這個是十五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 都可以 就是它佔三十六分之十八 這是三十六分之二十一和十五 那這邊呢 就少六杯 然後這邊多六杯 所以它是三十六分之 十八加六是二十四 十八減六是十二 這樣子 OK 好 那 它就說啦 那這個請畫出本攤三種茶 如果合計起來能影跟熱影 到底 各佔多少的圓餅圖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能影總共佔了多少呢 你的能影佔了這個 一百零八的 十八十五二四 欸阿江多少 三十九加十八五十七 對 OK 那 熱影呢 熱影呢 五十一杯 那你說我怎麼算那麼快 直接拿一百八十千五十七 你也可以加啦 這個 十二十二二一四三三 加十八五十一 兩種都算 做為驗算這樣子 那所以 能影是一百零八分之五七 熱影是一百零八分之五一 然後通分一下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畫成圓餅圖 所以這個 除以三好了齁 除以三是十九 因為他除以三剛好變回三十六 這是十七啊 那這樣就知道啦 你就知道你該怎麼畫的 所以怎麼樣 差十度啦 能影多十度 因為這個是一百九十 這個是 一百七十 是嗎 那我剛剛講說這個是學徹題齁 他出的時候是 他出的時候是選擇題啦 就是他畫了幾個圓餅圖給你選齁 如果三種茶的銷量齁 是八比九比十 那麼問你能影的杯數是熱影的幾倍齁 那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就不能都設三十六杯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剛才的數字算齁 也就是說我的能影呢 好 冰茶呢 是 三十六分之 十八 乘八 加 三十六分之 十五 乘九 就 所以這裡要 這裡總共 就是八 八A倍 九A倍 十A倍 所以這個乘八 這個乘九 這個乘十 就是 我總共的能影數 這樣是多少啊 十八乘以八 八八六十四 一四四 然後 十五乘以九 一百三十五 然後 兩百四十 九 一 進一位 所以是五 三十六分之 五 一九 熱影 那你就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數字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是杯數啦 那就是 你高興的話你就設R 5A倍 9A倍 10A倍 這麼多個A 這樣 就是 如果你想說分數杯很奇怪 因為我們不是真的杯數啦 就設一個A 就是其實我們是幾倍嘛 那幾倍不要管 就這樣 那所以熱影 換個顏色寫 熱影的話是 所以是 一百四十四加上 一百八十九加上一百二十 三進一位 三進一位 五進一位 四百五十三 那 最後他說這個是這個的幾倍 冷影是熱影的幾倍 所以 他要的答案是 能影是熱影的幾倍 那三十六分母三十六都拿掉嘛 所以就是 四百五十三分之五百一十九 這個可以約的還是要約啦 約一約 這個是一七三 這個是 一五一 所以是一百五十一分之一百七十三 沒有嗎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上到這裡